宣援剑之汉之云 讲述了以上古千年传说为背景 三个古代王国顶足尔利之时 英雄儿女成沃阳山的故事 远古皇帝战败群魔 战斗中阵列成两节的宝剑化为剑气 东汉末年 剑气又变为朝云和末云 彼时 人间已对朝云 末云兄弟诞生 却因战乱自幼失散 成年后 这对兄弟相逢在蜀卫交界之地 朝云是飞羽军勇士 穆云则是铜雀军勇士 双方各位旗主互不知情 铜雀军将领纯于越报越无道 滥杀无辜 时常侵略蜀地 飞羽军为保镜安民 与铜雀军常有争战 朝云和穆云也在战场上刀兵相见 待朝云逐渐知晓真相后 努力在兄弟亲情的感召下 舊沐云于危难之中 朝云眼见战争导致民不聊生 痛心疾首 是要还百姓安居之地 他们在不足少女 耶亚西帮助下 历尽艰险 克服种种困难 找到了象征正义的皇帝剑 及精神力量 坚定了心中战胜邪恶 保卫和平的信念 最终兄弟同心 联手打败暴虐的纯愉悦 飞羽同雀化剑为离 消弭了战火 把一方黎民平安 剑的传说 绵延永恒 由张云龙扮演的朝云 重情重义 倚躺的俊美青年 于之部的领刀者 又年和弟弟沐云 母亲失散 流落摇汗 后来投军 成为飞与诗节之首 常为了百姓和同伴 违抗军令 涉嫌 最初不喜欢耶亚西 在相处过程中 二人逐渐生死相许 成为情侣 在得知沐云是自己的弟弟后 陷入两难 由于朦胧扮演的沐云 上古神器轩辕剑的化身 和曹云是双胞胎兄弟 他们在战乱中失散 后流落到肖月 他是肖月名将 张寒的徒弟 皇族紫衣的异地 徐侄的异子 尊敬 献赖和依赖紫衣 视他为世间唯一之己 和张寒府中的胖剑侍女兰音 青梅竹马 私定终生 是同阙尊者中 最强的白衣尊者 由关晓彤扮演的耶亚西 是个天真活泼的宜州少女 她是顾宇湘的一女 苍武郡主 因宜州被苍武所灭 流落到苍武 因拥有烟水灵 她可以催生植物和粮食 后被顾宇湘收为一女 耶亚西的弟弟 则沦为奴隶 遭苍武皇族顾炎所杀 她却未能及时相救 也不能报仇 名义上为苍武郡主 但始终被皇族视为男族外人 也不被他人真正理解 虽景一遇时 实则内心极度孤独 由张家宁扮演的恒爱 清丽脱俗 优雅飘逸 仙子之姿 蓝衣翩翩 喜欢吹声 毒舌 蓝力成迷 身轻如燕 但人若即若离 拥有上古神器 炼妖狐 天女清儿的四乐仙之一 是一尊者的姐姐 等名 生儿 百年前 和清儿 同奉天女之命 下翻寻找轩辕剑 在下凡途中 遭逢免故 丧失记忆 忘记了自己的来历和使命 由居静一扮演的兰茵 她是个清丽温婉的邻家雅女 张和府中的捧剑侍女 白衣的青梅竹马 恋人 为阻止白衣剑气爆发 葬身在白衣手中 死后 蚕食未灭 寄存在剑气里 由高伟光扮演的紫衣尊者 她是肖月帝的皇兄 掌虎服的重臣 身为皇族 却灭是礼法 不按常规出牌 不喜欢奢华装束 在世人眼中 有些放浪行骸 不上武功 不懂法术 功于心计 有野心和谋略 喜欢玩弄人心和情感 冷酷无情却拥有 让人无法抗拒的魅力 蛊惑力 让人心甘情愿向她臣服 视富贵荣华如粪土 只在乎唯一的知音 恋人 是一尊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